这个问题我可以借用一位我非常敬佩的电影导演 他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是在2000年初吧 当时李安有部电影叫做《卧虎长龙》 那么这部电影当时在北京搞首映的时候 我问过他 你拍这部电影主要是给谁看的 他说我拍这部电影主要是给非华人区域的人电影观众看的 而事实证明后来他在北美市场 我们当时发现这部电影是做了一亿多美金 非常成功 所以等到我们的电影人像雅德加制片人 什么时候他就完全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讲故事的时候 他所瞄准的主攻市场是北美而不是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接近了 我给您正好举一个例子 7月份我刚好在纽约参加纽约亚洲电影节 我看到一部讲普通话的中文电影 Fairwell 中文名叫别告诉他 这个电影里面几乎就是纯中国人的故事 影片的开头结尾只有两场戏在纽约的街头 中间95%以上全部在长春拍摄 目前的票房已经800多万美金了 对于这样制作费连100万美金上下很小很小的一个片 其实已经在初级阶段发现取得很大的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